北京終於打破沉默 4號證實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確定缺席 印度居團體峰會 國務院總理李強 將於9月9日至10日 出席在印度新德里舉行的 20國集團領導人第18次峰會 中國派國務院總理李強代打 而這也是習近平 擔任中國國家主席以來 首度缺席20國集團領袖高峰會 台灣時間4號上午 美國總統拜登才對習近平 可能不去G團體表達失望 現在正式宣告G團體 拜習會正式破局 20國集團是國際經濟合作的 主要論壇 中方歷來高度重視 中國外交部宣稱高度重視 G團體峰會 但習近平卻選擇缺席 間接坐實中印 因邊境衝突關係升穩的傳言 美國努力促進美中熔兵 今年夏天相繼派出 三位閣員訪中 現在拜登在9月G團體 見不到習近平 11月美國APEC的 拜習會可能也將生變 G團體峰會少了中俄兩大巨頭 也讓中俄對抗美歐態勢 越來越明朗 電影中央慧文 蔡崇環報道 立刻下載 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